来源,北晚新视觉。这些天,浙江江山市政协委员,从业二十多年的法官徐根才在撰写完善一篇名为《关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立法》的建议,徐根才建议将未成年人的美容、纹身和抽烟、酗酒、上网吧一样,列入未成年人保护法。 年少时的冲动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刻骨铭心的疼痛,还有漫长的清洗恢复时至今日,他依然要不定期到医院清洗纹身。除了身体的剧烈疼痛,滔滔父母还将为子付出超过百万的清洗费。徐根才说。 滔滔2003年10月生于江山,是家中的独子。父母都是生意人,家境不错,因为忙于生意,父母和滔滔相处时间并不多。 在父亲徐某眼里,滔滔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。2015年下半年,滔滔上了初中,结交了一批有纹身的朋友。 他们一起在看古货仔系列的电影,一起结伴出去打游戏。从那时候开始,滔滔觉得,古货仔身上的纹身很酷很帅,他决定尝试纹身。 2016年8月,滔滔第一次在胸前摁了一个鬼面,滔滔觉得很疼,但很满足,因为朋友们都夸他很酷。 滔滔开始渐渐地在前胸后背上纹身了,但徐某夫妇并没察觉。 孩子都是一个人住一个人洗澡,隐藏得很好。 2016年年底,徐某在滔滔的背上,发现了大片纹身,愤怒的徐某,狠狠揍了儿子一顿。 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滔滔,并不理会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的唠叨,反而依而再,再而三的纹身。 2017年的一天,徐某发现滔滔的手指上有一块纹身,徐某暴怒,拽过滔滔的手水进抠,滔滔手指鲜血直流,但纹身还是没有被抠掉。 挨打过的滔滔,更频繁地出入纹身变,在手臂和前胸后背上纹出各种图案。 他们越是打我,我就越想纹身。滔滔对法官这样陈述。 2017年6月,徐某在一次在儿子的前胸后背看到了纹身,他狠狠杀了滔滔数据耳光。 江山市人民法院一位法官介绍,此时滔滔身上猪如龙、麒麟、鬼面等各种图案纹身,已经占据上半身一半左右的面积。 2017年9月1日,未满14岁的滔滔,因纹身被学校通知暂时休学。 学校给出的建议休学理由是,学生对笑容笑貌有较大影响,建议对全身纹身进行清洗,如果无法全身清洗,应对裸露在衣服外面的纹身进行清洗。 通过和学校的沟通,徐某得知了纹身带来的害处,并认可了学校的建议,滔滔开始休学。 徐某为孩子的未来充满担忧,大面积温身的滔滔,将无法面对参军,靠工等诸多选拔,在以后的生活中将会遇到不可预测的诸多烦恼。 2017年9月11日,徐某夫妇将纹身店店主之一的吴某告上法庭,理由是吴某侵害了滔滔的健康权,要求退还纹身费,以及医疗恢复费和精神损害费。 2018年3月15日,江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,吴某返还1000元纹身费用,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5000元,同时,赔偿精神损害普未近1.5万元。 江山市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徐根才,对判法做出了这样的法理解释,对于未满13周岁的滔滔来说,吴某名之徐某制止,仍对滔滔实施纹身行为,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。 纹身行为不仅侵害了滔滔的身体权,也给滔滔的学业、择业、社交等造成了较大的影响,吴某因过错,侵害滔滔民事权益,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。 徐根才法官对纹身清洗费用进行过调研,洗纹身一处一般需要5至10次,按照两个月清洗一次的频率,最少也要10个月的时间,每平方厘米,每次清洗费用在200元左右。 滔滔全身的纹身费用只花了数千元,可彻底清洗掉滔滔身上的纹身费用,可能超过百万。 清洗纹身只能在省三甲医院里进行激光清洗,清洗只能在皮肤上涂麻药,疼痛度微剧烈疼痛。 徐某的手机里,至今还存放着滔滔在杭州某医院清洗时的视频,手术台上的滔滔痛苦嚎叫着,听着让人心疼不已。 滔滔坦言,真的要痛昏过去了,就跟火在烧找你一样。 因为纹身尚未列入未成年人保护法,徐根才称,判决此案主线是从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本一出发,综合情、理、法等因素做出的判决。 徐根才认为,对于未成年人而言,目前网吧和香烟有禁止性规定,但纹身比这些危害性更大,因为没有法律约束。 为此,作为江山市政协委员的徐根才,多次提出建议,呼吁将纹身等,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,并尽早立法。 纹身少而不宜,即未成年人纹身是赚美心钱。 但其实,纹身店又是家缝中生存。 纹身既不被纳入医疗美容项目,但因其具有微弱的创伤性、侵入性,也不被纳入生活美容项目。 所以,实际上,一些纹身店,多是在挂注如纹袖和美容,个人形象设计之类羊头,卖纹身的狗肉,打擦边球。 这就使得其几乎处于三部管灰色地带,而由此,一旦发生纠纷,消费者也往往陷入维权难的困境。 无独有偶,6月13日都市快报也报道了一起案例,杭州市萧山区15岁的初一学生小刘,在胳膊上纹了张脸,他爸爸找到纹身店,店主竟说,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小孩不能纹身,而投诉到萧山区市场监管局承乡所, 答复也相反。而像滔滔,后续清洗纹身费用预计超百万元。 即便家人素质法院,将山市法院从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本意出发,综合情、理、法等因素做出的判决,也只是, 吴某返还1000元纹身费,赔偿医疗费等5000元,精神损害抚慰金1.5万元,合计2.1万元。 诚如徐根才法官所说,因为没有法律约束,店主人的心安利德,监管单位,无法可依无权制止法官判起来也困难重重。 但是其实,纹身却属少而不宜,因为未成年人尚不具备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。 从民法角度说,少年还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,实施民事法律行为,取监护人代理,或同意,追认。 又有哪个家长会同意小孩纹身呢?或是好奇,或觉得好玩,或出模仿,或因冲动,一些少年贸然擅自纹身。 而各种利害关系纹身对今后升学、参军、就业等重要事项的深远影响,都不是他们所预先了解的。 比如征兵、军队院校招生、招飞,都对纹身有一定限制。公务员报考,如警察职位的体检标准就位,纹身,不合格。 此外,纹身时要是消毒不到位,也会造成感染,危及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。 还有,要是事后反悔,也是纹时容易,清洗时难。 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转变,喜欢纹身的人越来越多,接受纹身的人也越来越多。 不过,要入学,参军的人,还是要慎重纹身。 我国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外科第十一条规定,面颈部纹身,这均对制式体能训练服,其他裸露部位长度超过三厘米的纹身, 其他部位长度超过十厘米的纹身,男性纹眉,纹眼线,纹唇,女性纹唇,不合格。